战国时代是鬼杀队式的巅峰期 因为出现了鬼舞时的天敌 这个天敌正是出生极带外挂的几国园一 无论园一是否努力 他都能轻易成为最强 这就是被诸神宣布的皇帆 在希尔遇难后 园一自创杀鬼的呼吸法 并成为鬼杀队的一员 随着园一和黑死魔的先后加入 表明战国时代有其中 原本五度使用风 水 盐 盐 雷剑术 即便没有呼吸法 他们也会用剑术特点 来给出的称号命名 原一将基础的日之呼吸交给住们 与他们的剑术相结合 实力上有了突飞能力的提升 以原一领导骑士的地位来看 他自身肯定也是住 从一之住想要称呼 自己被受住可以推测 原一是日住 虽然名字听起来很奇葩 但想不到原一会有其他称号 与日住对应的是月住 也就是原一的双胞胎车的黑死魔 在猎鬼期间 黑死魔成为鬼杀队的第二强者 月住的称号在当时非常响亮 既然如此 为何后世无人知晓月住 甚至没有黑死魔的相关记载 原因不难理解 在原一死后 黑死魔联手鬼舞时 对鬼杀队发起进攻 那一代除了严柱家族外 所有知晓原一和月住的剑石都被杀死 由于严柱之书中也没记载月住 所以400年后没人知道 月住曾存在于鬼杀队 想当年黑死魔增和其他住一同猎鬼 等到黑死魔变鬼后 究竟别的大部分都被帮忙耗死了 即便如此 鬼杀队还是难逃一劫 只有无法接触住的杂鱼活了下来 严柱先祖对击败鬼舞时无惨的条件很绝望 所以可能提前离开鬼杀队并归影 这才令严柱家族走多一劫 战国时代有七柱 在原一加入鬼杀队前 鬼杀队已经有了十余五大剑术的柱 之后原一成为了日柱 被后世记载为骑士剑士之首 而黑死魔作为月柱 后世却无人知晓 那是因为黑死魔亲手摧毁了他存在的痕迹 知道日柱和月柱的见识 只剩下严柱先祖 但严柱先祖隐瞒了月柱的秘密 大概认为黑死魔终将被原一所杀 可惜原一受中共请前只回出一刀 吴依朗首次遭遇黑死魔时很惊讶 明显不知道战国时代还有月柱之号人物 谢谢大家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